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片 第109节 慢起心灵 唯逆上命 上一次 跟诸位谈到 这个清漫祖先 现在人 因为没有人教了 也没有人讲了 把这种事情 疏破了 在中国文化里面说 这是大不孝 这个问题 非常严重 知道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祖先 到底有没有呢 学佛的人 修道的人 中国 这佛家跟道家 对于这种事情 相信 相信呢 真有啊 印度一些宗教家 他们都修定 在定中 能够 与 六道交通 我们 于六道往来 我们 在近代 看到 看到 张太炎先生 一些四季 他的女婿 朱金州 老居寺 给我很熟啊 我促学佛的时候 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多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二十六岁 他大概是七十岁 把我当小朋友看待啊 非常爱护我 他跟我讲 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 曾经做过冬越大帝的判官 这个 这个 这个一般讲判官呢 就像现在 这个世间的秘书长一样 地位很高 现在的话 是冬越大帝的秘书长 他在阴间里面 还见到隋唐时候的人 他是个读书人 古人的文章都得多啊 韩语刘宗元 他都见过面 现在还在轨道 鬼的寿命场 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 张太炎给我们证实了 没鬼道的一天 是人间的一个月 他们的寿命呢 一般来说的时候 大概是一千岁 以他们那个地方来计算 所以隋唐一千多年 死的那个人在轨道里 居然现在还在 张太炎先生见到的 我们要想见难不难呢 不难 跟鬼道往来啊 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只要好好的修行 把妄念放下 少使一点清净心 这个频道啊 就打开了 你就可以跟鬼往来 我过去有个老同学 也是老同餐 明年发死 往年 他在桃园大西 住在那个地方呢 跟十上司 学密 大概十个月的时间 他修行非常认真 十个月时间呢 他跟鬼就往来了 他告诉我 当然 决定不是假话 这个人是很诚实 很好的人 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 下午 五六点钟 该上就有鬼出现了 很少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他们的早晨 他说到晚上十点钟之后啊 满街都是鬼 人鬼杂居啊 所以跟鬼道打交道 不要什么上乘功夫啊 稍稍有一点功夫 就见到了 他真有 不是加油啊 子孙不孝啊 这些心灵 他们心里非常不舒服 非常难过 如果是大逆不道 我想 我想这些祖先 对这个后世的儿孙呢 一定也有惩罚的措施 是中国古代 对于祭司祖先 是列在第一个地条啊 你们多一篇 你们多一礼 多离祭 头一篇就是祭祢 祭祢啊 祭祢啊 也称为吉祢 吉祥的吉 这是孝道啊 这是人伦的根本啊 如果人对于祖先都忘掉了 用清漫之心的 这个社会 就有了问题 而且会有严重的问题 今天大家只知道社会动乱 灾难频繁 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啊 儿女为什么不听父母的 学生为什么不听老师的 这个根呢 就是清漫先灵 第二句 唯利上命啊 这是现代的话讲啊 不服从领导 在社会上 被领导不服从领导 儿女不服从父母 学生不服从司长 员工不服从老板 这个社会 像什么社会 古人讲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从哪来的 就从这个地方来的 为什么下不能服从上 中国言语所谓的 上梁不振下梁外啊 至于上位 有上位之道 你能够 明其道 行其得 哪有在下不服从的道理呢 这是所谓的 这是所谓的 义得 福人啊 可是现在 道没有人想了 德也没有人行了 天下打乱了 我们要知道 今天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 实在讲乱 富不富 子不子 家不家 顾不顾 今天是处于这么一个时代啊 上能够行其道 下必定能够尽之以理 可是今天 明道行业也实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 真正通达的人 要有非常的耐心 整个社会群众没有受过圣贤的教会 说佛的人虽然多 只知道念经 只知道祈福 对于经论的大道也不明了啊 面对当前的社会 明文立亚 五欲六成在诱惑 这个诱惑的力量 比起过去增加千百倍都不止 什么人能够不受诱惑呢 太少太少了 大家在今天所看到的 最佳的榜样 许哲居四 不受诱惑 但是今天社会像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 古时候这种人比利战斗俗啊 十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两个 所以天下太平 国家大智 佛在经论里面 常常劝导四众同学 发菩提心 什么叫菩提心 不受五欲六成的诱惑 不受明文立亚的诱惑 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我们才能涌脱轮回 这个时间不能住啊 许多亲近我的同学都知道 我多么想隐居 多么想早一天往生净土 我不愿意在这个世间多留一天呢 为什么还不走呢 看到还有一些真有心想学的人 我们不能不帮助他 我们不能不帮助他 所以在这个世间 住一天 不能不认真公足一天 台南开心法师 韩馆长 希望我把华严金讲远满 开心法师给我讲的十几遍 我很感动啊 我希望在此地年轻的法师 努力学习 讲迹的技术不难习 最重要的是德行 没有德行自己不能成就 首先我们要有能力辨别厉害 辨别善悟 辨别邪政 辨别是非 你要有这个能力啊 你才能自度 你才能帮助别人 实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实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诸位啊 能够尽行受 受持 阿弥陀经 感应篇 这两样东西就够了 佛家讲的 直接念佛 这就够了 并不是每一天 把这两本书 念个几遍 那个没有用处的 要明其意 这个里头讲一些道理 方法境界要明了 要行其道 把佛陀的教会 感应篇这一千七百多个字 字字句句都落实在我们生活上 我要把它做到 我们代人一成 人家代我们示威 我们所作所为 真实利益众生 众生对我们怀疑 对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还是要认真地去做 绝不因为外境所动 这就叫禅定 一切境界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这是智慧 这一生 度不了众生 也给众生 阿赖也实里面 种下金刚种子 这一生 他的语言没有成熟 他的业障习气太重 啊 我们同学当中 我看得很清楚 啊 他们听我讲经听多了 有一些聪明人 我讲到前面 下面也讲是什么话 他都知道 毛病习气就是改不掉啊 啊 这什么原因 习气太重 习气太重 所谓是习惯成自然 啊 少臣若天性 啊 这两句话 古人说的 啊 我们学习 最好是从年少 啊 但是少年 青年的时代 我们都空过了 啊 没有缘分 接到政府 接出正法 中年以后啊 才遇到啊 我二十六岁遇到佛法 我就非常感慨 遇到的太迟了 能让我早十年文法 啊 我今天的成就 不止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都已经到中年了 只有所谓的亡羊不老 自己要珍惜 啊 往后这一点点 命光啊 我们还有多少日子 啊 要好好的善于利用 成就自己的道义 年度三途 啊 能够奉行感应篇 你就决定不得三法道 啊 注意在这个书里头 你也能够很明显的体察到 啊 是法佛法 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 而孝亲实实在在是 不忘祖宗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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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哪里建呢 从这个地方建 如果你的心 行为 知足这八个字 清漫先灵 伟逆上命 你不论怎么用功学习 全都落空了 假的 不是真的 啊 事法学法了 真正学 学问有一点心得 表现在孝亲尊师上 诸位细细想想我这句话 细心去体会 必然的道理啊 不懂的孝亲 不懂的尊师 这是无学之人 读书也是白读了 求学白学了 你要问为什么 读书的意义在哪里了 您理嘛 道理真正明了了 哪有不落实的道理呢 不落实 不能落实 那是空的 所以试出世界法 所以试出世界法 理要是真正明白了 决定落实 看他 试问到什么样的层次 最低的水平 最低的水平 明理 古圣先贤的教诲 他都能做到 但是他着想 但是他着想 礼仪是着想的 离上往来啊 比这个水平高一点的 行义 行义是义务 我为众生服务 执敬义务 不享受权利 行义 不要求我对别人好 不要求别人同样来对我 这是行义啊 比理高了一层啊 再往上提升呢 行人 人是真正有爱心了 真正有恭敬心 有爱心了 再往上提升是得 最高的是行道 在佛法里面讲 能够行道的法身大死 法身大死行道啊 四圣法界行得 身闻云觉菩萨 摄法界里面的佛 他行得 他谈不上道啊 天人行人 你看看天人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天心慈悲洗血 慈悲是人的 他行人的 在我们这个人间 能够行道义 行道礼 就天下太平 社会也安定 人民才能过 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们不能不懂 祝佛菩萨 大圣大行 世限在世间 那是 内里面是行的 是大道 外表上是实现的呢 是仁义理 你看看 祝佛菩萨的实现 是出世间圣人 是不是这样为我们表演 是不是这样教导我们 我们就清楚了 通达明了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soit 神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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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